为了让弱势家庭能够欢喜迎新,温馨过好年 23号的中午,特别举办了一场110年度寒冬送暖,睡末围炉的活动 邀请了中低收入户以及独居长者和安心上宫受雇的人员来参加 活动的内容相当的温馨热闹 这也是中国数千年来传统文化中最重要的节庆 家庭客户都会准备丰盛菜肴围炉和家团员 为了让弱势家庭能够欢喜迎新,温馨过好年 青年乡公所在23号中午举办110年度寒冬送暖,睡末围炉活动 邀请乡内中低收入户,独居长者以及宣承乡安心上宫受雇人员参加活动温馨热闹 我要来谢谢我们这些善心人士 我要把这些善心人士的这些名单跟大家来宣布一下 让各位知道我们这一次除了代表会支持的议算以外 还有很多地方社会的人士对我们这样的关怀 我要把这些名单来告诉大家 第一个就是我们满庭坊林理事长 很谢您,林理事长 这一次他送了我们的物资307份 有米,有酱油,有沙拉油 再给他鼓掌,谢谢 很谢您 他是一位做大理石的我们的林董事长 他这次给我们总共的金额是366000 给各位每一份 礼券各位待会拿得到 我们出席的各位每一份都会有500元的这个礼券 总共有732张 一负一千 好,一负一千 再鼓掌一下好不好,谢谢 很好,我们每一份物资来之不易 大家也是要非常的珍惜 然后待会就祝大家用餐愉快 在这边最末年中祝福大家 身体健康,万事如意 平安喜乐,谢谢大家,谢谢 花莲的购届善心人士,与企业家 慷慨的来赞助我们新城乡 我们今天可以把我们新城乡 所有的我们乡亲 来做这个岁末年终的这个宴会 在这边也感谢大家 现在许中也在板门当中 来到现场向乡亲们致意 好,真的,感谢大家 在109年岁末年终 我们能够聚在一起 我要谢谢新城乡公所 总是在最关键的时候 做出最好最好的服务 尤其是在去年 109年23月的时候 防疫期间 新城乡公所做了非常多 很扎实的防疫的工作 让我们在去年得到了 全国医疗特殊贡献奖 花莲县全国冠军 我们试试给自己掌声 好不好 厉害了 因为我们每一个人 都做好了最好的自主防疫 向上合理台表示 新城乡的大家庭在彼此互助 分享 光怀以及知识当中 各个拥有爱人 以及被爱的能力 希望若是族群能够得到社会 更多的关注以及帮助 因而在岁末之际办理寒冬送暖围鲁活动 再次感谢各界的爱心捐助 回馈社会 并且协助相公所办理这次的活动 更藉由围鲁活动发挥爱心 关怀独居长者 中低收入户弱势族群 让大家能够得到社会上更多的关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